親愛的家長 大手拉小手 新北市教育局長林一華 最強國小校長徐以萍 牽著幼兒園的小小畢業生步入禮堂 家長把握難的機會 捕捉孩子成長的喜悅 這群小小孩真的好幸福 新北市政府連續第七年 贈送食用禮物 給所有公司立幼兒園的畢業生 特別挑選小姨新生上學 必備的餐具主和字典 希望小朋友在未來的日子 可以快樂學習 健康成長 連續第七年 送給我們幼兒園畢業生 這麼豐盛的禮物 裡面有詞典 詞典是希望孩子能夠好好念書 把我們相關課業學好 另外我們有送給孩子 一個便當盒 一個雙層的大碗 還有一個小碗 還有湯匙跟筷子 他是經過SGS檢驗 都是不鏽鋼304 而且完全是台灣製造 所以爸爸媽媽都可以非常放心 讓孩子來使用 一起起來跟大家報告 謝謝 教育局長林一華化身大姐姐 跟著小朋友來段舞蹈表演 送給畢業生最美的祝福 偷偷講就說 其實是沒有練 但是前面他們派了一個老師 在我面前 所以就跟著老師一起做 其實看看這些小朋友 還是想著包括教育局 跟我們每個校長每個老師 我們對教育的責任 真的每個孩子都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一定要讓他們非常快樂 非常健康 也非常的各方學習 都能夠找到他自己的長才 那這才是我們教育人員 應該要做到的事情 幼兒園的畢業生 即將邁向新的里程 帶著畢業禮物 勇敢展開小異新鮮人的生活 這天也成為師生 家長們難忘的回憶 專家新聞林凱鈞 陳嘉芸 中和報導